桃園中立出停车场内 一辆小客车一停就超过一年 击欠了将近五万元的停车费 停车场管理员迟连联络不上车主 找警方来帮忙 但因为不是脏车 警方爱莫能助 只好把这台车移到一处空格位置 等车主来认领 不过这个位置 前后左右都停满了车 车主未来就算缴了钱 要怎么把车子开走 也引发讨论 发现一台车真的BBQ了 一辆银色小客车 停在停车场内 不过他停的位置 好像有点怪怪的 他要怎么出去呢 车停在中间空地 四周停车阁都停满车 有民众拍下影片 还以为车主调皮乱停车 要移车有困难 不过这其实是停车场的杰作 这是在桃園中立一处私人停车场 为何擅自把车移到中间空地 停车场管理员无奈解释 这车已经停了整整一年 但车主都没出现 我报警警察也说是我们私人停车场 说这台车也不是张车 也没办法联络他 上学起来的时候他就停在这边 他也没有出现 他就输不来 迟迟连络不到车主 而警方也无法帮上忙 就只能暂时将车移往空地 继续等 不过这停车费 一天150元 累积到现在超过5万 这惊人的费用 恐怕会比移车问题 还要令人头痛 记得临出枪团报导